你知不知道 最多人彈奏小結他的新世界紀錄 是多少呢? 是8065人啊! 天賀榮譽是由來自香港 和世界各地的朋友 在2017年8月13日 所創造出來的 地點是 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其實 要以參與人數 拆新一項新的世界紀錄 真是不難 最難的是 要打破別人的舊紀錄 所以 至今仍然有不少的紀錄 是一直聞風不動 未被打破 日本橫濱 在2012年7月28日 有2134人 一起彈奏夏威夷小結他 打破了由瑞典 在2011年8月 替造的舊紀錄 1547人 兩年之後 2014年7月 英國的修咸頓 漢普郡 已2370人 大約是11%增幅 創下隻新的世界紀錄 到了2015年4月11日 大溪地一共有4792人 一起彈奏夏威夷小結他 這個數字實在很驚人 是上次紀錄的兩倍還要多 之後 美國洛杉磯曾經試過挑戰 但是不成功 在2016年 南澳洲政府支持之下 想試下打破4792人這個數字 結果都是失敗而會 這個是被認為 勞不可破的世界紀錄 終於在今年的1月1日 被愛樂奇蹟參加者打破了 不單止打破 更加以相當大的增幅打破 是27.8% 替造出一個新的世界紀錄 更難以置信的是 7個月之後 統一主辦機構 香港神的教會 光愛中心 聯同愛樂林曼邦音樂中心 在2017年8月13日 第二度打破了這個紀錄 增幅更加高達32% 創造出驚人的世界紀錄 是8065 小小的香港 不過是但遠之地 竟然在一年之內 兩次創造新的紀錄 可謂紀錄中的紀錄 殊不簡單 肯定的是前無古人 相信亦難有來者 我們應該會保持 這項的見歷史世界紀錄 真是好 這個不單止是紀錄 是愛樂奇蹟 你和我都有份的 好奇蹟 奇怪 工作人員 也會 Cassandra 比較細教 做日成本 霍 Mongol 一… 不不不不不不不 他們都沒有 手機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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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 手機 這件小器 沒想到